世界上第一个将戒指用作订婚信物的人是奥地利王麦士米尼 1477年,麦士米尼在一次公开场合认识了一位叫做玛丽的公主 她的美丽容貌与优雅举止使麦士米尼为之倾倒 虽然玛丽早已许婚于当时法国王储 但为了赢得她的爱情,她还是决定试试运气 命人专门打造了一枚珍贵的钻石戒指送给玛丽 面对这只金雕戏客,闪闪发光的钻石戒指以及麦士米尼的热烈追求 玛丽终于改变了初衷,与她幸福地在一起 从此,以钻石戒指作为订婚信物,便成为一种传统 由于结婚戒指具有永恒不变,天长地久的含义 故钻石便成为最受欢迎的选择 一些白金及黄金的混合戒指因材料不同,不能再次修改尺寸 选购时必须考虑,而纯白金的制成品因质料兼顾 长久使用不变色,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订婚戒指见证恒久誓言与始至不渝 彰显世家高级珠宝的金颤工艺 每件作品融合珍贵金属与非凡宝石 充满个性,让人一见清新 欢迎来到全市中心在线资源 科比布莱恩特当时用一颗价值近400万美元的钻戒 向瓦尼莎布莱恩特求婚 然而,在科比去世后,她的价格上涨了 现在价值接近600万美元 这枚戒指对瓦尼莎布莱恩特来说是无价之宝 2003年夏天,科比布莱恩特与瓦尼莎 共同前往位于桑塔莫尼卡市的一家著名高档珠宝店 邀请当初为自己定制结婚戒指的设计师 专门制作了一枚价值400万美元 相有巴克拉巨型紫色钻戒 送给妻子作为礼物 这枚紫色钻戒使珠宝商们找到了一次进行广告宣传的良机 紫色钻石极其罕见 其吸汗程度堪比红钻 天然紫色钻石 全球年产量过于稀少 无统计数据 个别矿偶有产出 全球历年产量加起来不到100克拉 紫色钻石大多小于2克拉 能够有幸收藏它的人极其稀少 纯正紫钻的价值堪比红钻 世界上大部分紫钻产自西澳大利亚的阿盖尔钻石矿 一般在0.1至0.3克拉 极少有超过1克拉 阿盖尔矿是世界上最大的粉钻与紫钻矿 第九 Jennifer Lopez和Mark Anthony 2004年450万美元8.5克拉蓝钻 詹妮弗洛佩兹与马克安东尼的订婚戒指 出自著名珠宝商海瑞·温斯顿 Harry Winston之手 估计价值在400至450万美元之间 无疑是当时最昂贵的结婚戒指之一 2004年 在与本阿弗莱克第一次分手几个月后 詹妮弗洛佩兹与歌手马克安东尼秘密结婚了 Anthony赠送给Jennifer一枚8.5克拉西友 而珍贵的蓝色钻石订婚戒 洛佩兹与安东尼结婚7年 育有双胞胎 麦克斯与艾米 但这对夫妇无法维持他们的婚姻 最终已离婚告终 第八 Paris Hilton和Paris Lepsis 2005年658万美元 24克拉白钻祖母绿切割 帕利斯·希尔顿相当有名 他订婚了四次 每一枚订婚戒指都令人印象深刻 并且价格昂贵 然而 他收到最昂贵的戒指是在2005年 未婚夫帕利斯·拉西斯 用一枚24克拉祖母驴切割钻戒 向帕利斯·希尔顿求婚 这颗24克拉的巨大钻戒 当时价值约为500万美元 目前价格应该在700万美元左右 但这段短暂的婚姻 仅仅维持了四个月就宣告结束 婚姻被取消 帕利斯·希尔顿保留了这枚戒指 他以200万美元的价格拍卖给了慈善机构 捐给了卡特里纳飓风的受害者 第七 Beyonce和JZ 2007年 660万美元 18克拉白钻祖母驴切割 2007年 JZ带着这枚18克拉的祖母驴切割钻石订婚戒指向币扬斯求婚 这枚戒指展示了精致与闪亮的完美平衡 戒指的设计师是币扬斯最信任的珠宝商 JZ以大约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它 现在的价值飙升至近900万美元 Beyonce与JZ并没有自己设计戒指 而是把罗马数字4纹在了无名纸上 如果你经常关注这对夫妇 一定看到过这个纹身 他们都出生在一个月的第四天 并把结婚日期定在4月4日 第六 Anna Kournikova和Enrique Iglesias 2004年750万美元 11克拉黄钻粉钻梨形切割 2004年网球明星Anna Kournikova 从拉丁音乐巨星 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那里 得到了最昂贵的订婚戒指之一 传闻他得到了两枚戒指 一枚是黄色钻石 另一枚是梨形粉钻 戒指的整个设计非常经典 粉红梨形切割工艺 重约11克拉 戒指两边有两个白色钻石 这颗钻石来自澳大利亚的 阿盖尔矿 当时价值约500万美元 如今 它的价值已增至750万美元 西澳大利亚的阿盖尔钻石矿 生产了世界上 90%的粉红色与红色钻石 也是最大的钻石生产商之一 尽管每年产量超过1400万克拉 但这里的宝石级钻石比例非常稀少 第五 Kim Kardashian和 Kanye West 2013年 940万美元 15克拉白钻 整形切割 2013年 肯伊维斯特 魏京卡戴山 定制了15克拉低色 完美无瑕的整形切割 钻石求婚 这款精致的订婚戒指 由15克拉的白钻 与薄金组成 上面还点缀着较小的钻石承托 当时他花了800万美元 买下了这颗钻石 仅仅几年后 Kanye又给了Kim第二枚 相有20克拉钻石的订婚戒指 据报道 这第二枚订婚戒指 以及其他珠宝 在几个月后被盗 当时窃贼于2016年 闯入了金卡戴山 在巴黎时装周的酒店 被盗贵重物品 总价值约1000万美元 第四 Elizabeth Taylor和Richard Burton 1968年1070万美元 33.19克拉白钻 阿舍尔切工 伊丽莎白泰勒 作为一名女演员 而声名雀起 以荧幕生活 与她的七次婚姻而闻名 在她一生中 泰勒积累了 令人印象深刻的珠宝系列 其中当然包括订婚戒指 在她所有的订婚戒中 最引人注目 也是最有价值的 是伊丽莎白泰勒 钻石戒指 曾被称为 克鲁伯 他一直拥有这枚 33.19克拉的钻石戒指 直到去世 1968年 演员理查德伯顿 花了30多万美元 为她的未婚妻 女演员兼模特 伊丽莎白泰勒 购买了一枚 由克鲁伯钻石制成的戒指 并在她的游艇 卡里兹马号上 赠送给了泰勒 她戴着这枚奢华的戒指 参加了她的朋友兼同事 格雷斯·凯利当时的摩纳哥 格雷斯王妃的40岁生日 然而 这枚订婚戒 并不是这对新人拥有的 最大的钻石 1969年 这对夫妇 以超过100万美元的价格 购买了68克拉的钻石 那是当时公开出售的 最昂贵珠宝 泰勒因她的珠宝而出名 2011年 这枚订婚戒 在加士德拍卖会上 以880万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一家韩国珠宝公司 到2021年 她的价值超过了1070万美元 第三 Maria Carey和James Packer 2016年 1140万美元 35克拉白钻 祖母绿切割 2016年 玛利亚凯利的男友 詹姆斯帕克 向她求婚时 珠宝设计师 威尔弗雷多罗萨 多 威尔菲德 Rosado 为她设计了这枚戒指 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 亿万富翁投资者 赤字1000万美元 购买这枚 祖母绿切割的 35克拉伯金钻戒 现在价值超过 1140万美元 然而 他们最终并没有在一起 这个故事 已分手告终 订婚只持续了10个月 凯利要求保留戒指 但她在2018年 以210万美元的低价 将戒指 卖给了洛杉矶的 一家珠宝商 这个珠宝商 最后成了唯一赢家 第二 Jackie Kennedy和Aristato Onassis 1968年 2040万美元 40.42克拉 侯爵夫人切割 1968年 杰奎林肯尼迪 接受了世界上 最富有的人之一 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 奥纳西斯的求婚 当时他的前夫 总统约翰肯尼迪 遇刺数年 奥纳西斯 是一位航运巨头 一个充满激情的 土耳其裔希腊人 他为杰奎林购买了一颗 40.42克拉的 侯爵钻石 这是仅有的18颗 从南非莱索托 和钻石中 切割而来的钻石之一 莱索托首颗 令氏人惊喜的钻石 在1967年发现 那颗钻石重601克拉 非常闪耀 是当地一位非洲妇女 与她丈夫偶然发现 这颗钻石 色泽不是很纯净 主要显示棕色 因此被命名为 莱索托之棕 一年后 这块钻石 被当地著名的珠宝商 拿去拍卖 当时为了纪念这枚钻石 以它作为纪念邮票出版 用来纪念这颗 罕见珍贵的钻石 这枚戒指 被珠宝商称为 来索托三世 多年来一直在升值 锁列价格不是估值 而只是经通货膨胀 调整后的原始购买价格 这块名石的实际价值 可能要高得多 但可悲的是 杰奎林的戒指 只在她手上戴过两次 然后被转移到银行金库 之后在她过世后 与她的财产一起被卖 第一 格雷斯凯利和摩纳哥王子 雷尼尔三世 1955年4140万美元 10.47克拉白钻 祖母绿切割 在全球十大最昂贵的订婚戒指中 格雷斯凯利 Grace Kelly的祖母绿切割 10.47克拉订婚戒 出自卡蒂亚 配有两颗梯形钻石承托 格雷斯凯利 与摩纳哥王子雷尼尔三世 在嘎纳电影节上相遇 1955年 王子向格雷斯求婚 并请卡蒂亚设计了这枚戒指 1956年 全世界秉西宁神 注视着好莱坞女演员 格雷斯凯利 与摩纳哥王子兰尼埃三世 举行的盛大婚礼 多年后 好莱坞甜心 与摩纳哥王子的婚礼 仍然是20世纪 最具标志性 且令人难忘的名人事件之一 直到1982年 格雷斯在一场车祸中 不幸去世 这对夫妇 一直享受着童话般的浪漫 雷尼尔亲王从未再婚 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他于2005年去世 对摩纳哥人民来说 格雷斯凯利 与雷尼尔亲王的婚礼 是一个重要时刻 标志着他们国家 在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当时这枚戒指价值约406万美元 然而目前价格超过4140万美元 这还不包括赋予它的历史价值 这枚戒指被安全地保存在 格里马尔迪之家 本期内容分享到这 我们下次见